好 各位观众我们持续在台北看守所来掌握到柯文哲被羁押禁件的最新的状况 那么柯文哲转入金华城的弊案 那么今天在下午5点16分的时候 那么呢法官是裁定柯文哲羁押禁件 那么他认定呢法官认定在金华城的这一案涉嫌涂利的犯罪嫌疑重大 所以呢就来把柯文哲给羁押起来了 那么柯文哲呢是在5点50分左右的时候 然后双手上铐然后穿着米白色的外装 那么慢慢的步上了囚车 那么他走上了囚车之后呢 是搭着这个一人专车 在傍晚的5点55分左右的时候离开北院 然后呢在傍晚的6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人就来到了台北看守所这边 那他人一到台北看守所这边 其实有蛮多的这些民众呢 都在台北看守所外头来围观 等在柯文哲的车子进入 不过呢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看起来 好像小草并没有很多人 比较多的都是反对柯文哲的 所以甚至呢有一些的民众 看到柯文哲他人已经被羁押了 马上来做大途输出 那就说呢土城的海景第一排 就是柯文哲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台北看守所 这边掌握到的状况 而今天呢柯文哲被送到了看守所里面 他的晚餐吃什么呢 他的晚餐是吃红烧猪脚 还有呢这个鱼丸 然后还有食令蔬菜 甚至呢还有这个小鱼味增汤 但是因为柯文哲人送到看守所六点半 已经过了用餐时间 所以呢索方这边是把柯文哲的晚餐 把它呢包成了这个相关的这个饭盒 再看柯文哲要不要来享用 所以说呢他晚餐的菜色是三菜一汤 重点是呢他进到看守所的时候 一定呢也跟其他的这一些民众 进到看守所都给要来进行脱光检查的 那目前呢我们在看守所这边旁边呢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观众来围观 但这些零星的观众 看起来因为小嫂没有刻意的动员 所以呢在现场并没有任何 看到太多来帮柯文哲声援 反倒更多的民众是来这边看热闹的 好但是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柯文哲 在脸书上面的一个最新贴出来的影片 一段15秒的影片那么这段15秒的影片呢 是早上柯文哲进到北院之前所录制下来的 那现在呢大家都说那柯文哲提前录制的这支影片 难道他已经预知到自己可能会被积压 所以赶快录这支影片 让他到了这个台北看守所之后呢 再由党部的相关的人员把这段影片放出去吗 而柯文哲呢在这一段的内容是有特别的提到 如果大家要对他最好的帮助就是呢先照顾好自己 他也说呢很多人都很关心 甚至很担心柯文哲的状况 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天天的心存善念 就是呢这15秒钟的影片 已经呢在柯文哲的脸书上面 还有民众资深的YT上面呢来广为流传了 那同时呢也是让小草们来知道 柯文哲的这个最新的状况 所以这个发布这个影片 当然就让大家觉得是有预知已经要被积压的吗 同时呢在民众党的部分 那么在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 也预计呢是会来紧急召开相关的会议 那么九点半的时候会有相关的记者会 应该呢就是针对这一次柯文哲被加的案件 来进行最新的说明 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 现在整个在民众党面对柯文哲的案子 大家的论调一致 民众党空前团结 就是要力挺柯文哲继续在法庭上面来占清白 所以包含了黄珊珊包含了蔡碧如 甚至包含了一整个民众党的声明 都是来力挺柯文哲的清白 尤其刚刚民众党的声明 有三大在挑战法官这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审判的结果 包含第一个也就是说呢 为什么前面的法官去判处柯文哲 赤回吴宝请回的这件事情 跟今天9月5号判处柯文哲 积压禁见的这两个事情 为什么判决的内容差异 变得这么样子的大 为什么大相径庭呢 一个无包请回 但是一个呢 居然要积压禁见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 也就是针对 这个金华城容积率的部分 因为这一次呢 法官的判决是认定 柯文哲明知道 把金华城的容积率 放宽到560%以上 就是属于违法 但是他执意为之 甚至让威京集团的主席 沈静金 因此呢 有高达200亿的不法利益 因此认为这里头 涉嫌图利 相关的犯罪嫌疑重大 才把柯文哲给他积压禁见 但是问题是 前面的法官 就是在礼拜一判决出来的法官 却认定柯文哲 他犯罪嫌疑并不重大 那么为什么 这彼此之间的认定 会差这么多呢 再来柯文哲 他在处理金华城 这个案子的时候 明明是按照都委会里头 多数委员的决议 所以才决定 要把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放欢 可是怎么透过今天 这位法官 吕正叶的判决下来 裁决柯文哲要积压下牙 变成说金华城的容积率 放欢到560% 是柯文哲的一人意志呢 明明不是一个多数决吗 怎么现在变成多数意志 这也是民众党发出声明 要来挑战北日法官的一件事情 再来第三个民众党在声明里头 特别的提到说台北市府 也就是在蒋万安任内的都发局 曾经提到把金华城的容积率放欢 其实是有相关的公益性 有相关的对价性 有相关的适法性 请注意适法性这三个字 也是蒋万安市府讲出来的 那么既然说金华城的容积率放欢 他有相关的适法性了 那为什么现在柯文哲 变成法官抓到了一个把柄 说他执意放欢 560%的容积率 这个部分就涉及途利了呢 因此这件事情 民众党咬出了现任的蒋万安市府 所以有很多的媒体朋友 都在北市府的框里头 特别的来询问 北市府有没有要进行相关的回应 否则为什么北市府这边可以说适法 但是为什么最后 法官这边却判决 这个柯文哲必须要裁定 让他羁押觐见呢 但是无论如何 在今天整个羁押觐见的结果一出炉之后 原本是传出5点10分要出炉 但是最后晚了一点 5点16分才出炉 同时记者在现场 也是赌到了柯文哲的律师 那么柯文哲的律师 郑声源律师 他步出北院的时候 面色非常的凝重 丝毫看不见 在礼拜一当天 柯文哲被判处吴宝请回 他脸上的轻松 他脸上的笑容 因为这整个判决的结果 真的差太多了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柯文哲 他们又再多了一位的律师 光头律师肖宏毅 一起来备战 等于说三检对上三绿 以及对上了一位 成省的法官吕正叶 那么这位法官是绿色的法官 这个是过去被媒体揭报的 虽然吕正叶否认这件事情 可是过去被贴上了 绿色法官的标签 现在又判处柯文哲 积压禁见 恐怕这个部分也会变成 民众党支持者非常质疑 也非常不满 认为司法不公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目前北检的状况 就是柯文哲送进了 看守所之后 那有没有用餐呢 这个可能就得要在 等待相关的 这个看守所的所方 来进行说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